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息中文版 我是魏魏 昨天林克解了迷宮之後 今天他又回到了這個小屋子這邊 在這邊 在地圖的這個地方 斯蕾米的小屋 那今天打算去解兩個神廟 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這邊 一個是聚精化石的神廟 一個是地圖最偏遠的一個神廟 那我們出發囉 就是這個小屋這邊出來往右轉 有兩個旗子這個地方 這邊是一個滑雪道 這邊 那我就沿著這個滑雪道下去 這邊,這個滑雪道 你就沿著這個滑雪道下去 飛下去,你會 看到有一座橋 然後你看到那座橋的時候 就往右轉 你就會看到我們今天要找的神廟了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神廟超難找的 其實如果你用我的方法的話 就不會難找 這是上次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研究出來的 有看到橋了嗎 在前面在這邊有個橋 那如果你沒有體力的話 那就是用走的也可以 或者用彩盾滑行的 或者用彩盾滑行的 滑到這座橋以後 跳座橋以後 往右轉 它要爬上去以後 往右轉 你看,橋在這邊 跳座橋 往右轉 那因為我現在體力還夠 所以我就繼續滑行 用滑翔翼滑行 不是彩盾滑行 這邊就是我們要找的這個神廟 在這邊有個門 那在門的前面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水柱喔 有一個水池在這邊 那你就用這個製冰器喔 來填滿這個水池 像這樣 那這邊也許可以再填一個 好像 你把這邊填滿這個 冰塊以後 就到這個上面這邊 哪邊 這邊 拿雪球丟下去喔 雪球可能會被你 丟壞喔 但是 已經有好幾個雪球在這邊 所以沒有關係喔 如果真的 丟壞的話 對準那個下面喔 丟下去 丟下去 那球就會一直一路 沿著這個 雪道 把門打壞 欸 結果並沒有打壞耶 哈哈哈哈 好 那再來再試一次喔 剛才可能有點失敗 還是雪球不夠大 說不定你在玩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存檔一下 就是萬一真的失敗的話 你可以重新再low喔 這樣子 那我就不打算low了 我相信我會成功 又到這個雪球這個地方 還是這個雪球應該要 滾一下 不管了我就直接丟下去好了 我朝這個門這邊丟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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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成功了 我知道剛才為什麼沒有成功 剛才那個地方有一個 怪啦 我們把那個怪打完以後 就有一個 有沒有剛才有一個 叫什麼 寶石喔 現在成功就好了 那這邊就是聚精化石在這邊 好這個 遊戲裡面有三個聚精化石喔 這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等一下順便來解 聚精化石的任務好了 所以我就 換成這個照相機 然後照這個聚精化石這邊 不夠近 欸現在可能 因為喔 我知道了可能沒有 沒有開這個聚精化石的 這個任務 就不能 沒有辦法解喔 沒關係我先 解這個神廟好了 然後稍後我們再去開聚精化石的任務 因為我們開了這個神廟以後 等一下就可以回來 這邊照相 這叫 脫 護魔神廟 在地圖的這邊 可是你怎麼找到這個神廟呢 你就用我剛才的方法來找這個神廟 進去囉 好這神廟沒什麼好解 就可以拿寶箱 拿考驗通過證就好了 我 這有王族雙手劍 我打算拿 因為這個王族雙手劍好像很厲害 70的王族雙手劍喔 應該是很特別的王族雙手劍喔 所以我把這個守護者之槍丟掉 拿這個王族雙手劍 齁 70喔 70各位觀眾 那就過了這個關卡 提供我們第一個神廟 好那每一個聚精化石的上面都有克洛格的果實喔 這個也不例外喔 大家可以爬上去找克洛格的果實 那我就不找了 我等到沒有錄影的時候 再繼續把這個 繼續化石的克洛格的果實 解開喔 大家可以來這邊的時候 不要忘記可以爬上去 找克洛格的果實 好那我就出去繼續去解其他的神廟 那今天要解的第二個神廟 是就是世界邊緣的神廟 確實是世界邊緣的神廟 我先爬出去一下 我先爬出去一下 好,那我用飛的飛上去 我可能會沒體力喔 不過沒關係,我還有補體力的,我有大堆補體力的食物 趕快來用一下 三圈的體力都滿了 還加了一些體力喔,太好了 好,那我就繼續來飛上去 想來到這個世界邊緣的神廟 好,那我飛下去喔 欸,我們要走對耶 沒有錯喔,沒有走錯 好,在這邊啦 繼續喔 幹嘛回來 來 往前走喔 這些鳥,我想要殺你們 喔,這個是什麼 裡面有個寶箱 有 贏Ruby 好,也不錯啦 我來繼續跳下去 應該會看到,喔 來了 應該會看到神廟 那這個神廟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 荔枝考驗頂級 從天而降 西亞米屋神廟 在這邊 那我進去囉 好,果然是荔枝考驗頂級喔 出發囉 好,那我來換一下我的武器喔 來換這個 我也不知道 換電劍還是兵劍 電劍 那 盾 就是這個盾 衣服 我來換 這個 那武器我來換 這個 52的武器 或者換 我就用這個 大獅之劍好了 出發囉 出發囉 嗨 說我行 我行 哎 哎 哎 好慘喔 我來逆耳之功終於被我打爆了 換一下功 換這個王族之功 然後換這個火箭 大獅子箭壞掉了 我來換這個好了 或者換這個58的也不錯啊 然後換我的 還有什麼劍 58的 沒有對準 還是用我的弓箭來射好了 我來換 58的 齁!他要出大招了 我來換我的爆彈箭 他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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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手 我的武器都蠻好的欸 不拿囉 走囉 不要我把這個丟掉好了 這個太爛了 好的 好的 好 那在解開這個神廟之前 我先來換這個衣服啊 因為出去以後 又是超級寒冷的這個冬天 所以我來換 所以我來換 那也來換 沒有這褲子吧 在這邊 學弟師 好 好過的是神廟以後 這邊有一個 這個 克洛格的果實來解一下 不過這邊好像也有一個怪 在這邊 我不確定在哪裡 反正就在這附近就對了 我這邊 這邊有克洛格的果實 應該蠻簡單的 把它放到這邊就好了 欸不是這邊嗎 喔中間啦 好 在過去有一個 這個 骷髏西諾克斯喔 欸還有這個喔 欸大哥 看一下喔 有沒有火箭可以讓你 蒸發掉 咻 蒸發了 感謝你 欸 欸沒有砍到 這邊有個 骷髏西諾克斯喔 這晚上他會 爬起來 現在 還八點而已 等一下應該就會 就會起來了 先來炸這個狼好了 他應該快要起來了 有沒有可以 看他起來的樣子嗎 就是他 從這一堆骨骸 然後整個爬起來的感覺 一定很酷 現在是八點半 晚上八點半 遊戲裡面的時間過得比較快 現在已經是四十分 應該九點鐘應該會起來吧 但有時候他不會起來 有時候會起來 就是不一定 我要等到九點看看 快囉 快囉 九點了 沒有起來嗎 那可能他今天不想起來 呃 那我們就去解別的關卡 這是 我已經 解了三個聚精化石的那些地方 那現在我就來 去解聚精化石的任務 那解聚精化石的任務的話 你要到這邊來 大概在 這裡 然後這邊有一個 馬力塔平原這邊有一個 嗯 驛站 你要到那個驛站去 我先把自己傳到這邊 好 傳到這邊來以後 呃 唉呦 現在下大雨 太大了 這樣我就到那邊的驛站過去那邊 唉呦 我要被打死了 我來解除這個我的弓 然後解除我的刀 還要解除什麼 解除我的盾 全部都會倒墊 現在就應該不會倒墊了 唉呦 這邊好多伊麗蘑菇喔 不錯 這邊是馬力塔一站 那通常白天都會有三個人在這個附近喔 那現在不是白天 我繼續睡一下覺好了 我在這邊啊 他們在這裡 晚上在這邊 白天在外面 我現在睡一下覺了 現在天氣真的超不好的 我要鬆軟的床 到早上 還是在下雨欸 還是在下雨欸 到這邊你就可以跟三個人講話 他們平常在外面 然後下雨的時候就在裡面 我就講下午 他是相信 巨星是火山大爆發秘訣的 然後這位老兄是 然後這位老兄是 覺得在沙漠化 沙漠導致缺水才秘訣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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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頭部 嗯 雖然只有300Ruby 但是很多人都很喜歡 解這個 巨星化石的任務 像我 很多人就是 其實都包括我 那我們就來去解 那剛才我們還沒有開這個任務 所以用照相機 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什麼感應 那現在我們已經開了這個任務 我就第一個到這邊 去找巨星化石 跑到這邊喔 他的頭部 要照他的頭部 所以我們就 往後面走一點點 希望能夠照到他的頭部 不夠後面 再往後面走一點 這邊可以照到頭部了嗎 可以 好 就打開我照相機 好 你看現在就有這個 冰箍金化石 這樣 我們第一個化石就找到了 接下來我把自己傳到這邊 沙漠地區喔 這邊 這個地方 這樣 整個地圖的右下方 這邊也有一個化石 這邊也有一個化石 好的 每個巨星化石上面都會有克洛格果實喔 所以大家可以來這邊找一下 那 喔 看到沒有化石在這裡 那我就拿我照相機 來照他 為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相關的資訊 什麼的 沒關係我把它存起來 這是第二個化石 那接下來我們來找第三個化石 第三個化石在這邊 在整個地圖的右上方喔 在這裡 奧爾廷大化石這邊 好那 我在這邊有個傳送點喔 因為這附近有很多礦石 很好賺錢 所以 我在這邊有個傳送點 隨時來 傳我自己到這邊來賺錢 所以我傳到這邊 然後等一下飛過來 這種傳送點喔 是DLC裡面的道具喔 你解了DLC以後 你可以搜尋什麼傳送點啊 什麼的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我有 我有記錄我是怎麼拿到那個傳送點 什麼 什麼移動的謠傳喔 搜尋什麼移動的謠傳 就可以搜尋到了 這樣我就飛到這個化石這邊 看到了嗎 那是我們第三個化石 這遊戲裡面有三個化石 一個在冰天雪地的地方 一個在沙漠的地方 一個是在 一個在火山區 一個在火山區 還是已經不算是火山區了 不管怎麼樣就在這邊 你等下我們去拿出我們照相機 給他照一張相 好 都照好以後我們就回去剛才那個地方喔 這邊 那是這邊嗎 我看一下 應該是喔 踩到這邊 怎麼每個地方都 喔沒有 這個剛才本來就在下雨的地方 好那我們就還是到這個 地站這邊 那去跟這些人說我們已經照到了照片 還是其實有兩張照片就可以了 就是可能只要火山區跟冰凍這個地方的畫室就可以 因為剛剛我們到沙漠區的時候 那個畫室好像沒有沒有秀出來什麼標誌啊 沒有秀出來一個很特別的標誌 所以 沒有下雨 沒有下雨這三個人就在外面 跟他講話 還不錯 還不拉地區的 還不拉地區的 哦 還是真的要 沙漠地區的還是要 最後跟他講話 火山區的奧爾庭地區的巨星化石 這樣我們就得到了這個報酬 雖然不是很好的報酬 但是玩遊戲就是能夠達成這個挑戰 完成這個挑戰就是蠻不錯的 那我們再去完成另外一個挑戰 這樣子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到 把我們自己傳到這邊 好 各位觀眾我現在人在這邊 我在整個地圖的上方 這邊有雪原驛站 我去雪原驛站這邊 這邊有一個任務喔 這邊這個小姐有個任務 他叫一夜 然後想要找古馬 那我們上次在玩遊戲的時候 在那個迷宮前面有照到古馬的照片 所以我們已經照好了 我們直接跟他講話 employees soon 這邊不是 değ 適合 逍香 小姐 有 omy 找 適正 靈 好 這樣就解完了這個古馬照片 我想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個地方 我們明天再繼續玩下去 我們明天見 掰